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越南文化中删除 那么还剩下什么越南独有的文化呢 这是一位中国网友在外国最大的问题上的提问 众所周知啊 古代中国在东亚世界的三个好学生分别是日本、越南和朝鲜 也就是韩国 这三个学生里面尤其是越南学的最深入最全面 可近些年来日本、越南和韩国相需开始瞎编历史 深移我们中国文化 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就比如根据韩国和越南瞎编的历史 竟然得出了长江以北是韩国的 长江以南是越南的 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 合着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江里游了五千多年吗 就像这位越南网友Anne Lee的回答 中国文化大部分是以越南文化为基础的 远古时期汉族入侵江南地区的百越或巴赫越族 越南文化如此丰富 反而影响了汉人 而不是被汉人影响 四千多年来 每当汉朝军队去征服百越国家 他们就试图摧毁古老的越南地标 图书馆和文化 他们改变了越南的历史 抹去了越南人的起源 四千多年来 由于与汉人或他们自己的兄弟之间的多次战争 古代越南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最终他们在越南北部定居 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块土地 他们决心留在那里抵抗汉人 他们这样做已经有两千年了 他们留在北方的兄弟 越族大多被汉人同化 他们的土地被吞并 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祖先的历史被汉人 从他们的历史书中抹去或更改 但他们的文化至今仍难存在 他们的文化是越南文化或百越文化 但汉人声称 他们是中国文化或汉文化 紧接着网友Abdu Ashok回答道 你是最棒的 人们常说 只要你相信整个宇宙都是你的 坚持梦想 坚持奋斗 永不放弃 赵一回复道 宇宙起源于越南和韩国 网友Kase回复道 请告诉我 越和Vert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 99.9%的越南人 不知道越和Vert代表什么 不用说 我读的越多 我就越发现他们的无知 越南网友Chris回答道 你们就是对越南历史一无所知 还胡言乱语的人 中国的文化起源于越南文化 而不是相反 菲律宾网友Ayami Asakura回复道 是的 因为越南有9000年的历史文化 太残暴了 网友Kase回复道 如果去除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么就不会有像你今天看到的现代越南人 该地区的原住民是梅拉尼西亚人 和澳大利亚人种和南蒙古人种的混合体 就像你在马来西亚原住民中看到的那样 然后中国人通过历史上的移民浪潮 扩展到该地区 是中国人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了越南 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 肯定不会有越南 因为越南一词源自汉语 顺便说一句 我已经说过 说谎会失去人性的尊严 一个国家或公民 如果有这样的性格 就不可能伟大 以美国为例 它曾被欧洲国家殖民 后来获得独立 但掌权的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他们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事实 而不是撒谎说 欧洲人从未来到北美 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网友会坚无回答道 如果越南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他们就不会有这些 一 首先 越南这个国家的名字将不存在 二 所有古代越南经典文本都不存在 无论是在汉字中 还是在越南化的汉字 三 越南食品将大幅减少 没有饺子 没有盒粉 没有月饼 甚至没有春卷 没有酱油 四 越南的节日将不再有 农历新年 中秋节等 不再有春节了 五 越南人民将很难开口说话 因为三分之二的汉语单词将消失 六 越南人将没有奥带 也没有更多的衣服 紧接着网友Richard Young 恢复道 那越南名字呢 98%的越南人的全名 都是用汉粤语写的 换句话说 他们的全名可以精确的用汉字写出来 我们可以说他们有中文名字 例如胡志明 听起来很中国话 有趣的是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了 那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回复这位越南网友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